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来到川姐频道 现在是7月初,这颗猪鼎红又开花了 去年它开花三次,分别是去年元旦8月和12月 我做过关于它的视频,连接放在说明区 这颗猪鼎红比较特殊 通常加拿大猪鼎红热天都是不会开花的 看看这些,同样在今年新年前后开过花的猪鼎红 都还在靠叶片光合充实囚禁营养阶段 都没有抽出花间长花苞的迹象 这一颗现在开花的囚禁也特别大,很硬实 这些颗囚禁经过几个月的调养 已经恢复到了坚实饱满的程度了 可以在7月底就把它们挖出来保存好 到了11月,种在花盆里,养在室内 可以在新年前后又看见它们开花 猪鼎红其实非常好养 开完花以后,我的保养有视频记录 开春气温稳定了,就把它们搬到室外 我是把它们放在朝北的方向 因为我们这里是高原气候 太阳出来,紫外线很强,在阳光下很毒 但是在海平面地区的朋友可以把它们放在朝东的方位 这次这颗花又会开出6朵 现在打开的有4朵花,还有2朵花苞在顶部 猪鼎红不需要天天浇水 我几乎是3-5天才浇水一次,水太多了 怕下面的囚禁腐烂,也不需要经常施肥 一个月给点均衡肥就行了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,请点赞订阅,点击小铃铛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,我们下次见